观众老门大家好 我是老马 欢迎收看野说 这几天有这么一条新闻 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就是有一位华东政法大学的大三学生 一纸诉讼把上海的迪斯尼乐园给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进入公园之前 被安检人员依照园区规定 把自己的包翻了个底掉 感觉自己隐私受到了亲爱 虽然后来浦东小保委出面调解 但是直到今天 迪斯尼仍然是执行之前的操作流程 老马以前也去过上海迪斯尼 别的印象不深 就是记得门口安检的队伍特别长 这点可以理解 毕竟人流密集场所 为了安全应该的 但是你翻包检查这个事吧 说实在的 情感上 包括实际操作上 都让人觉得比较难以接受 尤其是你进去 到该吃饭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被骗了 因为他那里边的餐食都卖的比较贵 有人说这是国际统计价 咱那讲道理 你一个汉堡套餐卖大几十小一百的 在中国的普遍消费水平上看 那就是贵 这个时候我们再联想一下门口那比机场还严格的安检 大家才慌人打我 哦原来你是为了你院里头那汉堡热狗好卖 所以才强行不让我们带吃的进进啊 厉害厉害 更厉害的是人家这种做法似乎就中国才有 园区规定还明确表示禁止游客将酒精饮品 玻璃瓶装饮料等危险物品带入园区 但其中并不包含正常的饮食 人家里边卖的和外边价格相比也差不了太多 这个时候就让人觉得 这都是迪斯尼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老马觉得迪斯尼一直以来在塑造自我形象方面 其实还算成功 毕竟他包装出来的这个童话世界啊 公主梦啊奇幻冒险什么的 着实让不少人都对他心生向往 而且实话实说 能把这么多动画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打包集成在一个主题乐园里头 可是中国你转一圈 除了两年后在北京要开业的环球影城 似乎都没有一个能特别能打的 迪斯尼在中国大陆这么顺风顺水 其实就跟当年刚进入中国的肯德基跟加勒福一样 你在国外也许是个普通品牌 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它就是个新鲜玩意儿 就是象征着高端 去一次就能在小伙伴面前能吹半年 老马现在还记得小时候能去一次肯德基的那种喜悦感 也记得第一次进加勒福的时候的惊讶 居然有这么大的商场 而且这吃的也没放在柜台里头 我就问我妈这能不能直接拿出来吃 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小伙伴跟我一样的体验 但是这两个品牌后来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却截然不同 肯德基不用说了 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 人家为了中国市场甚至推出了很多定制化的餐食 粥啊豆浆啊油条啊卷饼啊 甚至菜团的什么的好不好吃听说 加勒福呢就不一样了 从原来的这个线下大型仓主烧是遍地开关 到今天大量门店关闭啊 结果公司股份都被某宁给收购了 本来都是买卖做的好好的 结果一夜之间各地出了很多这种小型商超 然后中国老百姓一下子就不去实力店买东西了 都改成网购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中国做买卖 你必须要会及时调整战略 适应本地市场 不然昨天赚的钱可能今天迅速就给赔干净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迪斯尼你就明白了 人家现在不过就是在那个先入为主 躺着也能挣钱的阶段 当年肯德基不也是严禁携带 自己外边买的吃着进去吗 加勒福不也是禁止你在超市里边 不结账就开包开瓶吃喝吗 人迪斯尼也一样 定义写个特殊的要求 那是常规操作 你去人家那一次不容易 那从停车费到门票 再到什么速通卡 加三卡 月卡 年卡 小时 冷饮 正餐 甜品 人家就必须得彻底盘剥你一圈 一个子都不能少 说到底就是一前串的脑袋 但是前串的脑袋也没毛病 那地痞流氓 在街上15克6的收保护费 也是挣钱 对吧 掌柜的在店里着笑脸相迎 做熟人声音的也是挣钱 关键是怎么个正法 所以老马觉得 大家大可不必为这个事特别激动 虽然他们为了赚钱在门口翻包 那嘴脸比较穷凶极恶 但那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自己正找不着北呢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你看最近不又有一个什么美国会员制超市在上海落户 弄的那人乌殃乌殃的 你说他能活几天 不知道 说到底在中国做买卖 你得知道怎么尊重消费者 知道怎么为了市场调整自己的策略 不然不定什么时候一股分 就把您几年攒下的家当 吹得是干干紧的紧 中奥的时候 我去一趟这个开试课你知道吗 你去了是吧 是啊 我跟你说 这美国超市门都没看到啊 没进去 人那么多 根本进不去 排队三小时 估计还是东西卖的便宜 我倒瞧他能这么便宜到什么时候